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钱子 距离罢免黄节投票日只剩下了四天 蔡英文医生令下 黄节有如神柱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粮草丰沛 反观霸杰团体连小虾米都算不上 这局势已经变成了浮游生物对大鲸鱼了吗 我们来看看黄节 不仅是有地方的绿营人士来相挺 最近他还拍了一部CF一个广告片 52秒的是长版的 还有一个30秒的短版的 在地方台在不断的放送 俨然是已经把一个地方级的罢免的 一个地方议员的罢免案演变成 或者是升级成一个全国性的选举了 投入了财力物力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反观我们刚才讲的罢劫团体 为什么我们会讲说 很像是浮游生物对大鲸鱼呢 本来这边应该是小虾米 可是我们现在一看 连小虾米都算不上 因为的确是很弱 你的力道非常的弱 所以现在已经很多人都在讲说 是不是两边实在是太不对等了 兵哥 其实我必须这样讲 这个是可以预期得到的 因为民进党既然党主席都下令了 就全党要请立资源 那当然至少在声势上是绝对 是非常浩大的 那你看所有人都动员了 那甚至许志杰在地的议员 甚至连不是在地的议员跟立法委员 也全部都动员了 赵天龄 管碧龄全部都来 但是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性评委员会 行政院的性评委员会都跳出来 这会不会太夸张 那当初你们要讲这个 当然我也承认那一个那天在游行里头 跑出来的那一个车子上面那一标语 确实有不当的地方 可是你当初在罢韩的时候 你们有多少人用多少污蔑 奚落肮脏污秽的言词 去讲韩国瑜的时候 奇怪 行政院性评委员会死到哪里去 还是骂男的就可以 骂秃头就可以 骂女的就不行 是这样吗 那管碧龄这个我觉得更奇怪 他一个人发1235个简讯 他不是在地的立法委员 他是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他是不分区的 我想请教一下 第一个你名单怎么来的 你又不是在当地选的 那请问一下你怎么会有这些名单 从哪里冒出来这些东西 谁给你的 有没有人滥用行政资源 把这些东西给你 而且简讯其实发简讯很贵 是啊 发简讯是不贵的 但是你这个 你这个1200多封简讯 你也太小看管妈了吧 管妈的财力怎么会在乎这种东西呢 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 而是他们可以动用太多行政资源 还有一些 他们自己私底下的这些东西 那相信起来 对 国民党看起来 这边就比较弱势 是 霸杰就比较弱势 可是我必须说 真正的胜负 还是在凤山人自己的感觉 因为国民党现在就算真的 江启臣下令全党去支援他 声势也不可能比人家好大 你人家有国家机器战 你没有啊 行政资源 是 所以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在地的凤山的 这一代的国民党自己的名义代表 你的议员到底有没有动 如果有动 那声势 至少对凤山人来讲 感觉是不一样 那如果连在地的人都没动 那就不用讲 那这一章一定输定了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关键是 凤山人自己的感觉 还有你这些霸杰团体 还有国民党 你在凤山当地 到底有没有办法动员起来 如果有办法动员起来的话 那才是真正胜负的关键 是 看看霸杰团体 刚刚虽然看得到一条龙这样子 贪食蛇 贪食龙 可以看得出来 没有什么组织 非常的松散 而且看起来人的整个口号 动作都不是那么的整齐 那在黄杰的部分 刚刚看到那个广告 竞选广告 大家如果可以看的话 竞选广告拍得非常唯美 你看连他到录音室 然后有上字 有配乐 还有很多局部的特写 像这样子的一个CF广告 其实也蛮花钱的 而且必须要有地方人士 在地方台要脱播 你看到黄杰走在大街小巷 然后背后写黄杰本人 像这些镜头的取得 要得到的资源 或者是投下的钱 我想都是蛮大的 当然黄杰都会跟你讲说 是义工志愿投入 那就跟我们常常会遇到 有热心民众检举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这样讲 现在整个霸杰的局面 很像你在赌场看到轮盘 已经转到最后了 大家都觉得说 好 我大概知道轮盘 这颗转珠会掉到哪里 所以很多人纷纷下好离手 我们这样讲 地方台要能够播 要么要有钱 要么人家要卖你这个面子 人家为什么卖你这个面子 就是吃你以后会留在这个位置 所以地方台可以播 那不代表他收了钱 代表的是他觉得 压这边圣机比较高 另外我们也讲 管妈要发那个简讯 那个简讯 的确简讯是大概目前 相对价格最贵 因为相对有效的一个 选举单位 有很多人就是吃这个简讯饭 但是管妈愿意发这个简讯 重点不在前 是表示我管碧玲这三个字 我愿意借你黄洁一用 也就是管妈也觉得 这一个场子会赢 她也跑出来下了 好不好 那其他的你看 蚯蚓跨区助选 蚯蚓跨那个医区跨蛮远的 坦白讲 她还特别跑过来站 就现在这些 我们讲直接一点 想要过来蹭的人都来蹭 就在这个时候 你连看到什么各种各样的 民营党的党机器也出来 所以现在一边坊间 是这样认为的 两件事情 蔡英文主席身为主帅 我要试试看 你地方的忠诚度如何 因为我也觉得这一局会胜 但我下令要求全动员的时候 搞不好党内有异心 党内觉得说既然会胜了 那不需要我出面压宝 不需要我出脸 不需要我出名字 那现在一个一个策 许志杰有没有逼着站出来 对不对 管碧玲 有没有逼着站出来 赵天龄 邱毅盈 我现在其实不太确定 剩下还有谁 反正几乎都站出来的时候 意思是 我党中央大军押近 我下令了 普天之下莫敢不从 那高雄地区 如果有哪一个地方开机敢说不 我不出来 我从头部不讲话 以后就要忠诚测考了 所以坦白讲 目前这一局已经走到 民进党在测试党机器内部 接下来运作得够不够 大家是不是都听话 所以我们直接说 这一局你最后 民进党要测验自己赢不赢 不是黄杰罢不罢得了 而是黄杰的票够不够高 支持黄杰不被罢免的票 能不能到七万八万 甚至许志杰以前拿十万 那你如果到了这么高 民进党接下来的宣传 我都可以跟你讲了 一定是说 我们从此遏止了 韩粉的反扑 我们遏止了仇恨斗元 我们遏止了国民党 在背后希望东山再起 这样子大概可以讲一两个月 所以对民进党而言这一次下重本 而且重压 就是要好好利用这一局 但同样的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那黄杰请问你被人家这样借人情 人家因为把名字借给你 你要怎么还 你不只拿什么还 你要怎么还 接下来要不要加入民进党党团运作 接下来要不要参与民进党的活动 要不要上电视为民进党护卫政策 要不要长跑台北通告 我觉得这都是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的结果 所以这个黄杰可能干脑涂地都还不完 因为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党内的 在地方的这些大佬 全部都出动了 许志杰还有包括高雄市的副市长 大家看到这一张图 这个是一个去看地方的一个建设 一个地方的视察的一个行程 而且是在半夜 特别在黄杰的眼书上面 po出了好几张连续动作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观众朋友 这个是有眉港的 你看两个人都摆出这样子 这样子往前看的这样子 姿势有没有 两位就这样子 往前 大家有没有想到 从以前金国先生时代 你知道看十大建设 或者是我要去看这一个什么工程 大家要摆出一个样子 直直点点的 戴着工程帽这样直直点点 然后就咔嚓拍下来 很认真 许志杰在这里 副市长在这里 黄杰在这里 占了C位 这就是要让观众朋友 让当地的选民知道 我黄杰真的很认真 平常怎么可能摆出这样的架势来 宣传照 他其实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宣传 但这个时候拍宣传照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我觉得他拍宣传照 第一个要再严谨一点 你跟许志杰 为什么两个都不用戴安全帽 为什么其他人都要戴 这个市府团队这边 全部都安全帽 民意代表这边都没有安全帽 对 你都违反公安规定 他用头可能比较硬 所以不怕K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做这种宣传 但我觉得黄杰 你是不是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你不会觉得跟自己的说法 有点自己兜不容吗 也就是黄杰 因为大家现在一直在质疑他说 你是莱猪落跑议员 他一直说 没有...我没有落跑 其实莱猪我是反对的 他是反对进口莱猪的 那可是你一直跟许志杰 一直跟民营党这些全部人在一起 这些人全部是赞成莱猪进口 是啊 那你没事一直跟他站在一起 那我请问一下 你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莱猪 如果你反对莱猪 你应该要大声地驳斥他们 所以你们怎么可以进口莱猪呢 结果你就要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 所以我必须讲 我觉得现在黄杰 陷入一种混乱当中 但也无所谓 支持他的人可能还是会支持他 那我只是说 这个时候在摆出这种很gay的表情 其实就代表什么你知道 正常的人会怎么样你知道 正常如果我是黄杰 我不会现在去拍这种宣传照 我会把过去这一年多来 我去很多工地 因为政治人物现场都会去拍照 我会把这些相关的照片 一个一个拿出来给你看 其实几月几号我去过哪里 几月几号我去过哪里 我就告诉你 我证明我真的有在做事 可是黄杰拿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根本没去 所以现在只是在临时爆否角而已 其实你越是做更多这样的事情 我越觉得你平常就是落跑 就是在投篮 你根本就没做事